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周啊 旁边这位呢是袁哥 我就不用多介绍 今天呢来袁哥这里喝茶 一喝着喝着呢 袁哥就把他最近收了一批料子 麻烦给我看 我一看呢 我就想把他给录上 因为我有点想蹭一下 咱们说能白嫖就白嫖 那么咱们这样袁哥 就是这批料子呢 反正我也是开窗的 我就拿回去 把它挨个给你开窗了 如果是说是咱垮了 是吧 那打下来每个多少钱 我就元素后还 但是如果说是开窗了的话呢 我们就以原来 反正你是一万五收的 这个八个嘛 八个的话咱们平均一下 均一下之后呢 假如说咱们开窗了 我们就把它就原价 就让利给咱们的这个策友 行不行 只要说策友喜欢了 我们就用这个原价让给他 行啊 小问题 那是这个大家都 这个 摸摸不利嘛 那咱们反正遇到这批料子呢 我们也就随便拿了一个过来研究一下 那么为什么说这批料子的质量总体来说还不错 这两个呢首先是有列文太多了 可能有点不好处理 那么我就拿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东西 你看首先这个料子呢 它是厚浆的 这个皮上啊 砂绿感 翻砂啊 这种感觉都是非常舒服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料子一般会找这种脱砂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小窍口 你看这些地方其实它是撞到了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河流的底部 它受到过撞击 你看这些地方 它的壳已经被撞掉了 然后印出来的这种肉 它是有点想黑黑 想发黑 想发黑的那种感觉 里面的肉想泛出来那种感觉 对的 那么我们说遇到这种有这种敲口的这种料子呢 我们往往是可以去剥一下它里面的一个种水 有没有到达一个冰 这样一个感觉 看一下这个材料你看一下 就是单纯说这个 其实你看这种种水非常漂亮 都有了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材料还是有机会 机会很大 是的 那今天待会呢 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回去 回到家里面 咱们给大家看一个开一个 看一个开一个 所以这期视频呢 对于喜欢翠翠的朋友们 特别是喜欢厚姜料这块的翠油门呢 一定要记得看完 因为这些料子 首先全部都是厚姜 其次每一个料子 有每个料子的一个特点 到时候我在开窗的时候 会一一的讲解 并且马上示范给你们看 好 记住啊 不要走开 来朋友们 现在呢 这一次我们就稍微黑一点 把那个大灯关了 我们来分析第一块 第一块呢 我们从皮壳上来说 它的翻刷是比较均匀的 然后呢 只是说它的沙粒 可能稍微粗了一点 所以说我们由这个来推断的话 它里面的肉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粗 但是这只是相对于 其他好的料子来说 但这种粗性呢 也是够用了 然后其次呢 这个料子 我们推断它 是有一定的底色 这个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水头 它的一个水头 我们可以 这个的话也不用推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水头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 这种料子开出来呢 它有可能就是那种非常干净 然后肉呢 粒粗了一丢丢 一丢丢 也是那种非常舒服 取货非常漂亮的 一件料 一件材料吧 好 咱们话我们都说 直接开干 你看这个肉 这个肉这个进度 现在窗口太小 看不出来啊 帮我们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啊 已经是像老赵所说的那样 肉呢 它稍微粗了一点点 但是呢 它总体来说 它带底色啊 这种底色应该算是勤底 然后呢 也有空度 这个料子呢 我们还有 还要再开很多地方啊 因为我们料子很多嘛 还有六个 我们就每一个 每一个先开 然后呢 把该讲的东西 讲完之后呢 最后呢 我们再全部的统一 把它修理好 修理好呢 大家就可以一个一个看 我完美的开好 每窗的每一个料子 现在我们先开第二件 这一件的话呢 你看它的这个裂呢 大家可以看到裂的情况 它其实这种啊 它都是裂啊 但是不知道这个裂 它进去的深与不深啊 然后其第二呢 是我们看它的肉的一个粗细程度 那像这个料子 它的肉呢 就会要比上一块呢 就要细很多 就要比这块要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杀细 杀细肉细 朋友们一定要记着这个点 肿水情况呢 其实跟上一个料子的一个肿水呢 其实是差不多啊 可能这块料子的肿水 比上一块要略微高 那么一丢丢啊 肉的干净程度的话呢 这个我看也没有脏啊 也没有脏 但是棉的情况呢 我们依然是要去搏它 好 各位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底的话 它做出东西来 是带有一丢丢那种 偏青蓝的那种蓝色的 棉的情况呢 现在我们可以说 搏的是非常的好啊 我的天哪 这个料子 你看 我很远的打 很远的这样打蛋 你看这个 里面的肉的那种 反出来的那种黑 非常的有空度啊 你看 我这个料子 待会呢 我们把它全部开出来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这种肉呢 会给人一看 就是那种心情 非常的凉爽 就是那种夏天 喝了一杯冰冰凉凉的水 那样非常的舒服 那么这个料子真的 王丽然老师 待会儿可能心要低血啊 老赵这么一开 开车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非常厉害啊 现在让我们开下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它是有水头的 但是呢 这种水头的颜色呢 它看起来 会稍微糯一点点啊 所以说 这块料子呢 老赵预估它的种水呢 大概会在一个高诺化 大概会在一个高诺化 然后呢 裂的情况呢 大裂中间有一道 然后小裂呢 会有一点点啊 小裂会有一点点 所以说这块料子 在没有开之前的一个预估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肉呢 总体来说 这个料子的肉质啊 它会比这个要细一点 但是呢 没有这个那么细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预估 那么总体的价值 你看像平打下来的话 啊 一千多块钱的话 这个料子差不多啊 应该能有个两件啊 能有个能取个两件货 然后种水到一个高诺化 其实料子呢 就是这样啊 咱们玩多了之后就会很好玩 有些时候呢 会哎呀 看走远了 看走远了 有些时候呢 就是往往就像刚刚上一块一样 会带给你非常多的一个惊喜啊 来咱们继续开下一个 从这个压这个开窗的时候 这个硬度感觉来看啊 这块料子呢 它肿很老啊 因为硬度也非常够 一般像这种高诺化的料子呢 它没有什么硬 所以说这批厚香料子啊 品质呢 确实可以 好 差不多 它是一个诺化的一个底 高诺化的一个底 然后呢 肉质呢 像这种肉 它是还是算很细的了 然后因为水头也比较长的缘故呢 再加上种比较老 所以说像这种料子呢 它做出东西来呢 会带有一点点的胶感 那么总体来说 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咱们东西嘛 也就是这个价格 所以说这个料子呢 也不能说它垮 为什么不能说它垮呢 因为垮了的话 我要赔钱给万里远老师 所以说它呢 算是一个情况 预料在意料意想之内啊 咱们快速的到下一块 来看看 这块料子呢 总体来说 它实行非常好 非常大 然后水头呢 也比较长 像这个料子的话呢 它带有一点点小系列 然后像这种料子呢 它其实最好的归宿是什么 它最好的归宿是一个手把件 就把它的皮全部扒了之后呢 做一个手把 或者是手排 然后放在茶几上面 去玩 然后这个料子呢 我们看虽然它的水头比较长 然后呢 底色呢 也会有一丢丢 然后加上这个料子呢 它这个地方有点敲口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点敲口 那么咱们这样来对比 朋友们 咱们既然是说 做干货的 是吧 咱们就有点做干货的样子 来 你们看 朋友们 这个是我刚刚开穿的一个颜色 是纯白 那么这个呢 是它原生 可能断掉的一个地方 然后露出来的一点玉柔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呢 我们叫做糯化 那么这种的话 它是不是颜色上面 黑度 包括等等光感 就要比这个要好 所以说 我们通过这两个的来对比 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那么这个料子呢 咱们也开的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啊 这边这个光感啊 银光感呢 已经是透过来了 这只是小台灯 然后如果咱们用手电的话 你看 一灯拳头 看这个肉质的黑度呢 确实是没有 没有这个 它的肿要老一点点 但是这个也差不多了 你看 它是有对比的嘛 跟这种 它完全没有可比性嘛 这种东西 你看着它是有底色 但是 你实际上做出后来 它这个底色呢 就会 会变得非常非常淡 可以说是没有 咱们继续就下一块 手都开痛了 来朋友们 我们看下一块料子啊 这块料子呢 你看它的皮的砂是非常细的 所以说 我们说什么砂系肉系嘛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像它这些地方呢 其实是那种经过 它河流里面的那种冲刷 这种它里面的肉 其实已经翻起来了 它这种黑 有没有看到 隐隐约约有一点点黑 所以说这种黑呢 它就会有一定的中水保障 但这种黑度呢 它还不够一点 不够什么一点呢 它还不够到那种冰位 就是我们说的镇冰 它还没有到那种冰位 这种黑呢 它只能是说是刚刚进入 像这个一样 也是刚刚进入诺兵的一个行列 诺兵的一个行列 然后呢 我们主要博的一个空间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料子啊 它是小系列非常多 小系列非常多 所以要看这些小系列 你看 看这里就很明显了 就看这些小系列进去的多不多 进去深不深 如果小系列进去不深的话呢 我们像这种品质 你看 它这个位置 有没有感觉得到 它是有一个牌子的 那么这么小一个 一两千的料子 是吧 你能做出来一个诺兵的小牌子 那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现在呢 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这个呢 这个呢 略微有点点绵 然后呢 肉质呢 也就基本上是这样了 大家 待会最后呢 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啊 然后这个开窗呢 它其实还要把背部也给它开一个 为什么要开背部呢 因为它会有一个对窗的一个效果啊 所以说咱们开窗呢 就是要把这个石头变美 变漂亮 这是我们的工作 也是我们的义务 好吧 行 咱们下一个 现在呢 就来到这两个大难题了 这两个呢 咱们首先不多说啊 缺点 马上都是啊 裂多 这一个呢 稍微挂一点点色啊 如果说这一点 这个料子呢 它连这个色都不挂呢 这个料子可以直接扔到鱼缸里面了啊 这裂全部都进去了 一小包一小包的 像这种石头呢 它只能说是种水要达到一个冰种啊 甚至最差要到糯冰啊 而且是那种正糯冰往上这料子才有用 它是可以包一些界面出来 那像这种的话呢 就只能说啊 非要做东西的话 就只能去做那种顶珠啊 做那种顶珠 小珠子 小小珠子 因为它品质确实是堪忧啊 这个品质是堪忧 行 那肉质情况的话 这两个的肉质 这个要细一点 这个要粗一点 水头的话 种水情况都差不多 种水情况都差不多 应该都是一个糯化 都是一个糯化种 这个挂色 这个的话比糯化可能要好一点点 最后这两个呢 就给大家开开玩一下 管它是好是坏 刚刚呢 我在开之前呢 说过这个料子呢 比糯化要好一点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糯化的 看到对比了吗 是不是比糯化要好一点点 所以说啊 看料子 我们看了多了之后呢 其实确实是 可以进行一个分析 你看看 是不是比这个呢 要这个要比这个好一点 这个三个就是一个 等级明显了 既然大家是学东西 可能这期视频会很长 但是希望大家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 你看 最差的一个 一个算种水啊 所以说 这几件料子呢 都是在没有开创之前 老赵就直接已经是预料到 它里面的一个种水情况 这个的话 我不是每一次啊 我说百分之百 但是呢 可能是真的是因为做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手上开过的料子呢 可以说都是啊 不说太多嘛 万把剑 几千件啊 大几千件的石头 经过老赵的手 开创出来 应该是要有了 不算很多啊 跟玉石剑的前辈来比 不算很多 但是呢 也是为我积攒了 很多的这个经验 那我们看最后的这个料子呢 也解释过 基本上也没啥 东西太小 然后东西 小果绿 是吧 那种青青的那种青苹果的那种颜色啊 做出来的货 是那种感觉啊 也还行 反正价格不高 一列多嘛 你只能说是必列去把它挖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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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呢 可能出来一个小小的东西 晶莹剔透的 然后挂了一点点色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2 hours later 咱们来这里看一下 看咱们先看这个小的吧 那个小的后面开出来感觉还可以 虽然它的裂有点多 哎 你看 准水比我们预期要好啊 一开始我们看的话呢 是一个弄化线 开出来的话呢 它可能会稍稍做出来 是有点冰感的 有点冰感脚感的那一种啊 但是不能说它是弄冰啊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重头戏啊 第一个就开好了的 来 这种感觉 这个的话算是里面是最好的一个了 那像这个料子的话呢 在市面上可能说是 三千多 可能会难买一点点 可能四五千啊 因为它这个是有挂件 有挂件位置的 搞不好它 小牌子它都能出 能出几颗 反正既然咱们话都说了 是吧 咱们底价就是让给脆油了 喜欢的朋友们 直接把那个图片截图下来 直接问小家啊 如果在的话呢 绝对是底价 然后呢 这个的话呢 品质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也就 基本上就开成这个样子了 啊 给大家 反正这种东西 就嘛 勉强能出货 出货出来的话 家里面的小孩子带啊 什么的 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啊 这个的话呢 中间 是开了两个窗 来 给大家看一下 肉是干净的啊 然后也有底色啊 其他地方的话呢 就是裂也多 也是多了一点点 来 我们看这个啊 肉稍微粗了一点点啊 干净程度是有的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 它小系列也没有啊 你看这些地方 开出来都是跟这边一样的 没有什么小系列啊 大裂的话有一道啊 两道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列就更多了 嗯 只能说 处理起来很麻烦 啊 这个的话呢 可能就是不太理想啊 原格也是一批修的嘛 所以说是没办法 一个时候好好插插 这个的话相对质量还是蛮高的 肉细啊 水头足 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底色 OK 咱们每个石头呢都看好了 基本上来说呢 也就是这两个 呃 是差一点点 其他的基本上 老赵在这边看的都能出货啊 都能出货 反正价格呢 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其中呢 这个还有这件小料子呢 是我觉得稍微来说要漏的啊 特别是这件大货啊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就稍微欠缺了一点 反正无所谓嘛 既然原格是一批的买了下来 然后有开展的 有一般的 呃 那反正是有喜欢的朋友 脆友啊 就直接截图下来 直接问助理小家就可以了 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一定让你们满意 除非你们抢不到啊 除非你们抢不到 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肥脆的朋友们呢 记得给老赵多多点赞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